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兩天之後將誕生整整40週年 但有分析說現在加拿大人的自由度不如40年前 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經常被稱讚為 加拿大領先的現代成就之一 但本國法律暢渡組織憲法自由司法中心表示 該憲章也明確為國家提供了如何廢除公民基本自由的條款 憲章明確指出權利和自由在加拿大僅僅受到合理限制的保護 這意味著政府可以限制公民的自由 只要這些限制被證明是合理的 該組織認為現在國民享受的自由度不如40年前 灰省政府能夠通過第21號法案 禁止任何佩戴頭巾等宗教服飾的人士在政府部門就業 因該法律被視為合理限制 今年美國最高法院駁回總統拜登 試圖在美國主要僱主中實施的強制疫苗接種令 該裁定令加拿大人感到意外 因為在疫情期間 加拿大各級政府實施了一系列強制接種疫苗的政策 以及公共衛生限制措施 所以… … … …